關於這個前幾天的時候 薛瑞還有王必勝來葉惠寧 那蔣萬安批評說 就是因為高端現在出現披露 所以說你檯面上揮刀切割 那檯面下是透過會面要救高端 救自己的選情 您怎麼看他就反應 毫無邏輯可言 如果要討論高端的事情 那隨時打個電話就可以來講了 縱使要談 電話中大可談 不需要來見面 然後用見面來影射 就叫私相授受 我覺得這樣的影射 是非常非常不道德 萬安已經做了幾次不道德的事情 他自己要檢討 那有關之前闖關我們剛剛的事情 柯文哲市長說 就是您太快就繳錢了 他會覺得說 下禮拜可能要叫警局來做專案報告 會覺得他在針對你 我只是一個市民 那違規繳罰單 天津地獄的事情 那連說我腳的太快 這樣子也不行 那我真的是左右為難 好 給我 看多久了 我還是解決的事 還是要別的事 這個事情 我還是要找你